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觀元根本上他是一個正反辯證 而且是一個矛盾統一的一個存在 他既有現實世俗的那個基礎 可是他又有純情的一種刻意的 理想的追求 那麼這也體現在 以下我們的這個單元 就是大觀元的水流設計上 那麼對於這個流水的設計 我們先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下面的一個總論 這個水流的設計背後有一個 來自於中國傳統園林藝術的一個總原則 當然也包括應該說更重要的是 曹雪芹為大觀元設計了 這一條水流的一個更高的一個用意 他超越園林本身的一個需要 那所以我們請大家看一下 我們還請大家回顧一下第16回 那麼請大家回顧一下 同時再度在這裡強調一下 就是說這個惠芳園還記不記得 他除了提供部分的原地 作為大觀元的基礎之外 他是不是從北拐角牆下面 是會引來一股活水 所以如今就不凡再引 這個是在246頁 那這一段你們一定要耳熟能詳 就此而言請各位注意一下 本來惠芳園就有一個 來自於外來之水好的一股那個源頭活水 那麼就這個而言呢 以園林的建築來說 那他的重要性在哪裡 那支批就提點我們了 這個也特別是針對 《紅樓夢》本身的一個更高的象徵的需要 那所以他承襲了園林建築當中 山與水的一個自然元素的再現 那互相搭配使他靈動 這個固然是園林都不可或缺 不過大觀元的水有更高的意義 所以支批說園中租井最要緊的就是水 那麼比其他都更重要 為什麼呢 等一下我們會跟大家做個說明 所以就因為園中租井最要緊是水 所以一定要寫明 所以我們曹雪芹一開始就挑明告訴你 是從惠芳園的北拐角牆下面引來活水 所以他認為然後下面我們再請各位注意一下 那麼在別的地方支批又提到 寫出水源這是要緊之制 那這個水源就在那個惠芳園的北拐角牆下 所以請各位回顧一下 我們上一周所畫的那個大觀元的基地 假設說是這樣子的一個大觀元 還記不記得惠芳園是處在東邊 對不對 他提供了部分的原地 那惠芳園的北拐角 好 這個裡是假設是惠芳園 那他的北邊就會是引權而入者 對不對 那麼就這個方位而言 從大觀元的整體來考察 他是不是大觀元的東北方 對吧 所以東北方就引權而入 然後他就會流進整個園區 那這個園區裡面安插布置 極所非常精美 那麼也為各個重要角色 所量身打造的污設 那這個都有一個互相應待 那麼互相這個闡述對方的意義 所以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支批又說 此園大概一秒事實上是處處未嘗離水 我們只看這幾句重要的話就好 所以總而言之是告訴你們 水園是非常重要的 而水園之外 他流經園中各處 事實上大觀元是處處沒有離開這個水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支批又有提到說 究竟只一賣 好 原來從源頭那麼引權而入之後 整個流經大觀元的始終就是一條水流 只是他曲折蜿蜿 所以可以配合各處安插的污設 然後跟污設的這個主人互相呢 作為這個彼此的一個應待的一個形態 所以要注意 我們目前所看到的這幾段話 都是在告訴我們說 第一個水園很重要 第二個呢 園中只有一賣之水流經各處 那麼以至於園中處處未嘗離水 沒有離開水的重要性 那麼就此來說水流當然就非常的意義深長 所以我們首先要跟各位先做一個補充 那麼就他的那個由外引權而入的這個現象 原來也並不是一般性的泛血 我們總認為呢 只要我願意我就故宮 然後就把那個開鑿一個水 然後就可以開一個井啊 甚至弄個什麼水源進來啊 你以為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 其實不是 但是如果就賈府 他作為所謂的府的這一個階級身份而言 請各位看一下金濟水先生 他對於這個階級 連建築園林都有一個很特殊的規定 他說王府的花園也有一些是建在郊區 那當然也有在北京城裡面 但是呢請注意 如果要引水進園 注意喔 不是你原子裡面本身的水 比如說你要挖個井什麼 那當然別人不管 可是你如果是要從外面 引水進園的話 這是要經過皇上的特賞 那麼所以他就舉一個例子 像純青王府的花園中有一個恩波庭 那麼這個就是皇帝特許之後才建造的 那叫恩波庭嘛 你們就知道他一定跟水有關 那所以各位就知道說原來匯方園從肥拐腳牆 那邊會引水進來 這恐怕也是一個特權才會產生的 所以各位你們就知道說原來如此 大觀園連水怎麼來的 背後都有一個皇權在操作 要皇權允許你才有這些水進來 而水在大觀園又是這麼的重要 他根本就是這些女兒的化身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大家可能還沒有那麼清楚的意識到 這一脈之水流經大觀園各處 請問我們寶玉給了他什麼樣的名字 這一條水流是有名字的 所以他不叫淡水河也不叫濁水溪 完蛋了濁水溪 所以他會是什麼 他叫什麼呢 他很特別 那麼在17回的遊園過程當中有提到 他叫做沁跟芳 好 沁芳溪 我為什麼要分開來寫 等一下你們就會注意到他的用意 叫做沁芳溪 所以就因為已經先為這條水流定名了 於是再回溯到這個水的源頭 這個水源 那麼是引水而入者 那麼那個閘口 因為調節水流的那個閘口 也因此連帶的被命名為沁芳閘 好 那麼這個我請你們看一下 在17回的第264 263頁好不好 來 請各位看一下 這邊我們有一個證據 一定要有文本的證據 不能夠自己靠想像 這才是應該 讀者應該要嚴守的一個原則 好 請各位看一下263頁的第二段這邊 第三行 那麼他們一路往前走 然後呢 隱刻行來 至一大橋前見水如金獵一般奔入 所以這個源頭活水還真的是非常豐沛 原來這個橋便是通外河之閘 所以外河 所以你就注意 這個河根本是從源外引進來的 所以當然有通外河 可是呢 為了要調節里外的這個水源 所以就設了一個閘門 好 那麼引泉而入 那賈政就問說 那這個閘叫什麼名字呢 寶玉說這個就是慶芳泉 當然有時候叫慶芳溪 都是指同一個水流 那麼他說這是慶芳泉的重源 那麼就叫做慶芳渣 好 請你們注意一下 賈政就說 胡說天不用慶芳二字 我跟你們說不要誤會 千萬不要用今天 這一種呢被知批所嘲笑的什麼 放任子女有沒有 哭笑所以 我們現代人是這樣非常放任小孩子的 因為覺得孩子什麼未來的主人翁 孩子也有人權 應該要平等 要怎樣怎樣 所以我們才產生今天這樣的一個教養模式 可是在他們的這個階級跟傳統 對他們來講要注意 真的 我們不能脫離他的文化脈絡來理解他 不能用你自己的價值觀去投射 那麼如果回到他的文化脈絡底下 跟他們的語境 他的那個所謂的當下的那個情境來認識的話 賈政必須這樣對待寶玉 他不是我們今天所以為的 哎呀 就是怎麼父權 就壓抑孩子 然後鉗制他們 然後這個嚴厲的父教 是如此挫傷孩子的自尊如何如何 這個都是我們現代人的投射跟想像 不是 他們的教育形態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背後有沒有合情合理的地方呢 有 你們不要忘記 他們是不是都是公侯富貴之家 這些人都是將來假家的繼承人 假家的繼承人是含著金湯石香鑽而誕生的 好不好 金湯石還要香鑽石 這一種孩子你們認為如果不嚴厲教養 是不是很容易會失控 對不對 變成頑固子弟什麼的 因為他從小呼吸的空隙 他就是最尊貴的 所以對他們這種人家來講 我們的孩子將來是要繼承家業 所以他在人品上面要非常嚴格的要求他 所以他們為什麼那麼嚴厲的教養小孩 是有這樣的原因的 所以讓他不要失控 不要過分的妄自尊大 所以他們的父教都是非常嚴厲的 那這個言語上的實在是 我還看過有人說 你看這個假證充滿了對孩子的語言暴力 所以就什麼傷態他的自尊如何如何 其實不是這 這根本談不上語言暴力 不要用我們今天的角度來看 那所以何況我剛剛故意念得很溫柔對不對 還是我不夠溫柔 他不是說胡說偏不用親方二字對不對 我不是這樣念嗎 嗯 體會到我的苦心了嗎 其實告訴你們 假證應該是用這種口吻來說 他並沒有真正反對寶玉所主張的 所以後面果然是不是都用了他的提連 有沒有注意到 是全部採用 他只是不願意去在當場 給這個孩子過分的自信 因為這樣子會讓一個人就妄自尊大對吧 所以這是一個很唯妙的平衡 這個我覺得我們如果沒有在那個家庭背景底下 你可能很難去察覺到那個唯妙之處 他首先就是讓你知道你要謙虛 你並不是最好的 雖然我可能也覺得你還不錯 可是千萬不要誤以為你就變成了真理 等等等等 這是一個很奇特的心理反應 好 總而言之 我們以後如果有機會 我們講這個副教的專題的時候再說 我有一個很新的發現 好 總而言之掉你們胃口以後再說 總而言之果然他就用了親方這兩個字 那寶玉當然表面上必須遵從父親的權威 那麼對於他的一種過分的自信 會有一種微妙的一種壓抑 可是他事實上實質上是受到肯定的 那就是親方這些用語是被採用的 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要請各位來思考一下 為什麼他叫做親方 所以連帶的那個引權而入的那個總源頭 也就叫做親方札呢 那麼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請你們注意 親是什麼部首 水部 他根本就是水的一種作用 請去查字典 親其實是水的一種很緩慢 然後是一種滲透性的作用 才叫做親嘛 對不對 他跟淹沒啦 或者是跟什麼沖極啦 沖是三連水的那個沖是不一樣的 他是一個你淨潤其中 緩慢的被滲透的 然後是緩慢加你滲透的一種 水分子的作用 可是方呢很明顯 他是不是來自於花朵的一種香氣 他甚至本身就變成花朵的一個體育 總而言之這兩者合在一起 你們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來 那麼很明顯 請各位看一下 原來沖呢 他對應的是一種來自於水的作用 好 然後方是來自於花朵 我們剛剛都講過 可是請你們注意一下 水到底有什麼象徵意義呢 這個在宗教學神話學 那麼各式各樣的禮儀當中 都已經非常清楚被產發出來的 水的根本作用就是淨化 所以基督教要有洗禮 那麼人要進入到水中 然後代表一種重生跟復活 就是我們洗掉舊有的污秽 甚至擺脫掉舊有的生命 然後從中再生 所以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具有這個除垢 攘災 然後讓人重新再生的這一種意義 所以這個是有淨化的作用 那自於花呢 他當然被我們的文人默克 所割擁的一個最重要的特性 就是他是無比的美麗 對不對 他大概是世間萬物當中 最美麗的一種體現的形態 那當然又因為他的開放時間很短暫 所以更引發人對美好而勢必短暫的 就面臨殞落的一種感慨 因此呢 文人默克筆下 對於花的歌詠那簡直是多得不可生數 而《紅樓夢》裡面最感人的 大概也就是藏花營了吧 對不對 所以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淨化呢 因此比較是一個所謂內在性的作用 而美麗呢 比較是一個外顯性的 一種視覺上面的感受 而這兩者之間呢 我們必須跟各位說明一下 他的綜合體其實也就是所謂的女兒 好 所以來 回顧一下 寶玉的名言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 我見了就覺得清爽 他帶給他靈魂很清新的吹拂 而能夠呢 那麼解脫現實世界的污秽 跟那一種讓人窒息的那種粗淺 好 那可是呢 女兒 為什麼一定要女兒 女兒是少女 所以他特別有一種青春之美 所以這個外在的美麗呢 也可以讓你覺得賞心悅目 他就是人間最美麗的風景之一 所以簡單來說 慶芳就是女兒的代名詞 也因此呢 這個流金園中各處之水 他一定都會遍及各個女兒所住的重要處所 所以我們請各位注意一下 這個水呢 在小說當中 他流金各處 那麼在第17回賈政引領一行人 那麼在到處去這個巡遊跟提名的過程中 他們所停住的地方 就包括橫吾苑 怡紅苑 有沒有 那也有消香館 第一站是消香館 這個很有趣喔 我要提醒你們注意一下 所以了解這一點之後 真的會對林黛玉在賈府中的地位 會有不一樣的認識 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總是喜歡 把他變成是一個很可憐的寄人 篱下的孤女 那不願意好好看看 他到底客觀上面的實質狀態是什麼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邊就先簡單提醒大家 就在來 就在第256頁 這個是他們真正到達一個 所謂的公佑形的園林 才會有的獨立建築物 這個是第一處所在 那就是在256頁的這一段 來請各位看一下中間有講到說 那麼大家一路上著意觀覽 忽抬頭看見前面一袋粉圓 裡面有樹銀修舍 有千百乾翠竹遮蔭 那眾人都說好個所在等等等等 然後請看這一段的最下面 後院牆下互開一夕 德權一派開鉤井持許灌入園中 那麼就圓街繞屋至前院盤旋下而出 有沒有注意到這是被肖香館 那肖香館是不是也有水流經他的後院 對不對還盤還竹下 給予這個竹子清脆的滋潤 那你就可想而知水與竹這種天然的元素 那麼匯集在肖香館之中 那這跟他的巫主林黛玉的某些性格 其實也是互相引帶 互相定義的 好 那所以這個是所謂的 第一處行性之所在 來請各位看257頁 那麼究竟該怎麼命名呢 請看第四行 寶玉說這是原村回來醒清的時候 第一站會鑄壁的地方 那各位我請問你們 那是不是他地位非常重要對不對 他簡直是大觀園正式遊覽過程當中 第一個觀光聖地 你要進大觀園第一站就是這裡 他絕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 是門面 而且甚至是整個皇權在實踐的過程當中 然後他必須要提供的一個第一眼 這第一眼當然就一定要富麗堂皇 雖然他不是用一個物質的富麗堂皇來設計 可是他真的就是大觀園中可以說是 可以說就是第一處觀光聖地 那麼重要的地方將來給誰住啊 不就是林黛玉嗎 那所以林黛玉的地位怎麼會低呢 這麼重要的地方給他住 所以各位請看 那麼這是第一處行性之處 必須送聖方可 所以你看要送聖 要對那個皇權加以歌頌 所以他一定是要非常太平盛世 是要非常那一種正面的一種歌詠 所以他說四個字的扁 那當然就有四個就有古人現成的 我們不必另外擬 結果大家就說那是哪一個呢 他說啊不要太板斧 那麼莫若有鳳來宜 好啦 這句話也有雙觀 來請你們思考一件事情 這個有鳳來宜的鳳呢 在省清這一個具體的事件當中 鳳指的是誰 當然是元春啊 鳳跟龍不都是那個天子跟皇妃的比喻嗎 所以這裡就是在送聖 歌詠 元春作為一個皇妃 你像鳳凰一樣降臨到這裡來 所以你看這個這麼重要的地方 所以要有鳳來 可是他的雙觀的第二個層次在哪裡呢 不要忘記 皇妃只是短暫在這裡徬徨 享受一個很短暫的一個親情 那麼離開之後呢 誰是比較長久住在這裡的 是不是就是林黛玉 所以林黛玉也是另外一個鳳凰 不要忘記 而在《紅樓夢》裡面 有鳳凰的稱呼的人有誰啊 一個是不是王熙鳳 他不是在賈府號令上下的 好 這個人真的是大權在握 也是一個精彩的人物 也是我們賈母呢 所依賴 所喜愛的一個人物 他是鳳 另外是不是剛剛是講到元春 對不對 元春是鳳這邊有問題 他作為皇妃的絕對是的 那麼第三個呢 不就是林黛玉嗎 還有啊 是不是我們的賈寶玉 賈寶玉也被視為鳳凰 還記不記得他祭奠了那個金串回來之後 全家是不是已經天翻地覆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他就對著 坐在籃外面吊著眼淚的玉串說 你知道我剛剛去做什麼嗎 其實是要告訴他 我是他祭奠你姊姊有沒有 但是話沒有講完 那玉串看到他來了大概心也放鬆了 然後就擦著眼淚說快進去吧 然後鳳凰來了 快進去吧 再不進去都反了 有沒有 所以他是把寶玉也比喻做鳳凰 那當然他是人中龍鳳 當然包括鳳的這一個尊貴的比喻 其實還有一個也是鳳凰 所以有五大鳳凰 當然是探春啦 探春的風箏不就鳳凰造型嗎 他將來也是嫁做王妃的嘛 所以各位來統計一下 我們屈指可數總共五個 哪一個不是尊貴無比啊 對不對 哪一個不是非常各種才幹啦 或者是才華洋溢 簡直都是超越凡人之上的 我們林戴玉也是如此 所以他不但內在靈魂才華 超越凡人好幾等 他甚至在甲骨中的地位也是一等一的 所以才能夠跟其他人相提並論 好 這個呢我是希望你們要注意 明明小說中各處都非常清楚的告訴你 實質是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的讀者 就是那麼的偏執的 就是一定要認定寶玉 林戴玉是一個非常可憐的女孩子 要養人鼻息要什麼之類 這完全是一個違背文本事實的自我的想像 但是這個自我的想像變成了主流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閱讀心態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忍不住要澄清一下 好 那當然這個鳳呢 為什麼可以在這個地方落實 事實上他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硝香館種的是什麼竹子 而且是一大片用千百來數計 是不是翠竹 你們知道竹子跟鳳凰的連結是什麼嗎 有 這兩千多年前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典故來源 那就是莊子秋水篇裡面的冤廚的故事 冤廚就是鳳凰 那鳳凰高高飛在天上 由南海發於北海這個路上 他有三大堅持 還記不記得 他說我非禮全不穎 順序有點顛倒 非禮全不穎 非戀食不食 非梧童不漆 不是梧童樹 我不懈休息的 不是戀食 這個戀食其實就是竹子的果實 那因為這個是我們竹子 非常特別的一種生態習性 煉食就是竹子的果實 那竹子是這樣子的 很微妙喔 他一輩子只開一次花 那開完整棵植物就枯死 所以像現在台灣鄉下 還有人有這樣的一個迷信 也不算迷信 因為他們也是長久觀察發現到這個事實 就是竹子開花不久之後整棵就死 所以竹子開花連結的就是死亡 所以他們覺得這是一個不吉利的事情 所以因此竹子能夠結出果實來 是不是就很珍貴 那麼大概1980年代吧 四川的那個貓熊保護區臥龍 那一陣子就有一件國際的大事 就是他們突然發現 在那個保護區裡面 死了100隻以上的貓熊 那那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數量 怎麼突然變這麼多 所以他們很擔心是不是盜獵 又開始的猖獗 然後所以他們很緊張 然後到處去查 然後當然也解剖屍體 後來才發現原來悲劇是來自於那一年 整個臥龍保護區附近的山上的植物 主要就是竹子大量開花 所以那麼冬天那邊又是會下雪的 你們要知道 那竹子本身營養成分也不是很高 所以他們的食量是很大的 可是沒想到一整批 因為同一種竹子就同時開花 結果就貓熊就因為食物嚴重短缺 都是活活餓死 所以我以前會跟你們一再提醒 動物界的生存奮鬥 比我們想像中要艱難的太多 只有人類是這樣好整以暇的享受一切 然後還有很多的不足 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思考的一個問題 應該要自我節制 所以我還是多講了這一些 好 所以總而言之回到我們的煉食來 所以冤廚吃的是這樣的東西 你就知道它是寧缺 霧爛 責善 固執 也因此這樣的竹子就跟鳳凰的高結 是不是就連結在一起 好 因為鳳凰只吃竹子的果實 那所以由這一個植物的象徵 一方面跟鳳的這個比喻 跟它所涉及的尊貴的對象連在一起 可是當然它同時也隱喻了這些 跟竹子有關的這些鳳凰們 他們內在心性上面的某一種高結不俗 那這個是我們講那個植物的時候 再做一個整合 好 那我們現在要把這個水流 做一個完整的說明 這個水流的一個整體的設計 也是有很深刻的悲劇意涵在裡面的 首先我們先跟各位整理一下 那麼這個水都是女兒的化身 可是這一條本身具有進化的水流 很不幸的是它來自於外在的現實世界 好 它是外來之水 那你從外面的世界來 當然某個意義來講 就是給了外在現實力量入侵的一個管道 對不對 它會隨著水流滲透進來 所以你看賈徵部也先前就進來了嗎 賈社部也先前就進來了嗎 原來連大觀園落成之後 它也不是完全封閉自己自足的一個孤立的世界 它依然不斷的受到外在力量的滲透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外來之水 而且它流過的地方又是惠方園的舊基地 然後它這邊會有一個所謂的慶方閘 來作為裡跟外之間的那個水流的調節 所以這個慶方閘我雖然忍不住想要給它一個 卑之無勝高論的說明 我覺得這個慶方閘有一點像是世俗與樂園的交界 那麼也可以說是外在現實跟內在 也就是大觀園的理想的之間的一個門檻 那這個門檻雖然很小 但是它畢竟使得裡外兩個世界 而且有了一個滲透的可能性 所以裡外之間並不是截然劃分 那麼這個慶方閘它告訴我們 現實有一個入侵的通道 而我們這個內在的理想的世界 它事實上也不能夠完全免於外在力量的一個干擾 所以終究後來秀春囊不就出現在園中了嗎 它可以偷渡 因為大觀園還是有很多那麼不可能密不透風的出口 好 那這個就是給我們很大的一個啟發 再來透過慶方閘的調節 那麼這一條一脈之水就流經 那麼園中各處 那我們就不詳細多說 不過這個園中各處其中有一個地方非常特別 它與眾不同 所以請各位翻到第17回的第258頁好不好 一直到259頁 這邊對於這一條慶方泉慶方溪的這個流動形態 那麼其中的一個特異之處做了一個非常詳細的說明 它雖然講的是水 可是其實它在暗示的就是將來住在這裡的屋主的 它的生命形態 那個就是稻鄉村 那麼其中有一個例外的是這個稻鄉村 請看一下258頁 這邊有一個很特別的說明 大概就是在第二段 來 一面走一面說 數耳青山協祖 這個我也先請你們注意一下 因為我們水流設計講完之後就是山石設計 你會發現大觀園中既然有水當然要有山 因為這個基本上就是 園林它要再現自然的一個基本元素 可是大觀園中不是各地都有安插著山石 作為含蓄運介的那個美學的一個體現 它不是每個地方都有 那麼有山石設計的那幾個地方都非常特別 跟住在那些地方的屋主的生命形態 跟他們的價值觀念 都產生一種很一致的對應 那這個我們下一個單元會講 好啦 於是你看這邊就完全設計的 非常的洗刷富貴氣象 然後非常的樸實 簡直就是一般那麼最為偏遠的 這個鄉間的一個風光 然後各位請看一下 轉過山懷你才能夠看到 隱隱露出一袋黃泥竹就矮牆 那麼牆頭皆由稻金掩護 那麼當然這個植物設計又非常的特別 它有幾百株杏花如噴火蒸霞一般 你們知道嗎 這樣的杏花其實很突兀的 在這一個樸素的泥黃色的中杏的色調裡面 竟然有這麼搶眼的花朵的綻放 既然叫噴火蒸霞 可想而知這個杏花是紅杏還是白杏 當然是紅杏 可是這個紅杏很奇妙 在中國的那個詩詞傳統裡面 這種紅杏已經給予很多的隱喻 其中最有名的一句 可是我先要給你們打個預防針 這句話引述出來很容易響路飛飛 作者絕對沒有這樣子一個過分的一個隱身 但是他確實告訴我們一些 我們該注意的某一種人性 他沒有太過過分隱身 這個要注意 那一句就是滿原春色關不住 一隻紅杏出牆來 好 那這個紅杏呢 當然就帶有一些某些人性的意涵 那這個跟我們的李丸呢 又有很微妙的相關 可是這個微妙的相關 我們要多做一些功夫 才能夠把他考察出來 而且給他比較合理的解說 那這個我們也等到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好 總而言之 這是一個非常突兀的一個設計 那麼其他就非常一致 全部都是泥黃色的這種中性色調 你看裡面有樹影茅屋 那外面大概就是什麼桑魚井之鼠 然後那麼還隨其曲折邊就溜的清林 那麼梨外山坡下還有土井 旁邊有什麼陸爐之類的 還有芬溪列母 那麼家蘇菜花慢燃無稽 這個完全就是要刻意違背這一種 復貴場溫柔鄉的一個階級特性 然後非常孤立的創造出一個 一種復貴場中的寡婦的孤島 簡單說就是這樣 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 到了259頁一路下來 等一下 我先提醒你們 這裡養的動物應該是哪一種比較好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那個田野風光啦 你們覺得應該養什麼動物比較相襯嘛 當然什麼雞鴨鵝嘛對不對 就跑來跑去 來 請看一下就在倒數第三行 所以假針就回說 此處盡不可養別的雀鳥 那只是買一些鵝鴨機之類才 這個都相襯了對不對 這個當然非常一致 沒有問題 可是老實說在大規裡面 養雞鴨鵝真的很奇怪對不對 所以它整個設計真的都跟其他地方格格不入啦 其他地方都是非常精緻 即便像硝香館不是富麗堂皇 可是一定非常的精緻 精巧 那這才配是有鳳來儀的第一處行性之所 那可是為什麼這個地方是這麼的奇怪 所以當然我們作者是別有用心 我們請看259頁 那在中間這一段 那大家進入卯堂之後呢 裡面紙窗木踏 富貴氣象一喜接近 那可是呢 我們寶玉就不以為然了 請看第二行 寶玉說 這個不及有鳳來儀多儀 有鳳來儀就是哪裡 蕭香館嘛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蕭香館 雖然也是人工建造出來的 不過他盡量合乎自然之道 可是他覺得這個就是將來的道香村 簡直就是人力穿著到極點的 根本就完全跟周遭格格不入的 這個實在是一個非常突兀的 所以你看下面他發揮了一長段的一個見解 我要提醒大家注意 我們寶玉通常在假正面前 敢這樣長篇大論滔滔不絕嗎 不敢 他甚至只要聽到丫鬟來報老爺叫他 他是不是就頭上響了一個嬌雷 然後呢 就像牛骨堂一樣 為什麼用牛骨堂 就是又黏又膩 就是黏著鳳姐或黏著甲母 然後殺死他不敢去 有沒有 連爸爸叫他都嚇成這個樣子 還有好幾次是不是只要父親在面前 他其實都不敢講話了對不對 好 就一副就是很怕貓的老鼠一樣 他擠成這樣長篇大論的抗辯 所以這一段描述事實上也是非常奇怪的 違反那個賈政跟賈寶玉之間 父子相處的常態 所以我覺得這一段呢 要不是讓賈寶玉呢 出自於某一種強烈的義憤 以至於他忘了嚴復在前不敢造次 要不就是我們曹月芹要很刻意的 借助寶玉來抒發一段呢 對於禮教吃人的不滿 這真的就叫禮教吃人 各位請不要忘記 禮教不一定吃人 禮教會吃人是因為他僵化了 然後被不合情禮的加以極端化的一種操作 就好像我們民主也不一定自由對不對 民主不也是一種多數的暴力嗎 對不對 那麼還有一個有名的人還說 民主是一群會投票的驢對不對 所以我每次去投票都覺得我好驢 就那種感覺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人間的事情就是這樣子 沒有絕對的是與非啦 那都是看你在這個群體中怎麼運作 所以最終最終讓這個制度變得好的 一定永遠都是人 懂嗎 而不是那個制度本身 那這裡當然就是禮教會僵化以後 變成吃人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裡我們作者當然就要發出他的不平 來 請各位看一下最後一段 那他就覺得這裡這個地方不夠天然 那大家就怪他啦 這裡你怎麼問天然呢 天然怎麼這麼明白的事情 你為什麼這裡還要故意提出一個質疑呢 天然就是天之自然而有嘛 非人力之所成吧 那寶玉說卻又來 此處置一田莊分明見得 人力穿著扭捏而成 請注意他就是非常不滿 他覺得你這樣子實在是違反人性 那麼遠無臨村進不復郭 請你們注意下面這兩句 背山山無脈 臨水水無緣 所以他是有一個青山協主各位還記得吧 這個有另外的含義 我們下一個單元再說 可是你看臨水又水無緣 所以慶方泉是有流到稻鄉村的 但是他這邊卻又說無緣 沒有緣頭 那這到底怎麼可能我不知道 不過呢 他的象徵意義是非常清楚的 那就是說前面有水 但是他沒有緣頭活水 那麼請問這個無緣之水 就叫做什麼水 一灘死水 對吧 所以他是在抗辯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水是不流動的 他的生命是停頓的 那麼我們的李丸 為什麼青春喪 他還很青春 你們還記不記得他現在大概才幾歲 才20出頭 比你們大不了幾歲 那為什麼只因為他丈夫死了 他就得要什麼一概無見無聞 活得搞木死灰 這簡直就是違反人性嘛 他固然不需要紅杏出牆嘛 我們剛剛那句話 就是不要過分引用就是這樣 可是你為什麼要讓他活得 簡直就像是 簡直就是行屍走肉 這是沒有道理的事情 所以他基本上是在抗辯 這樣的一個已經過分被 不合理的執行的某一種教條 那麼這個教條有的時候 合理的執行是好的 但是過分的執行 他就會變成是一種惡 那所以呢 他說下面就講 請看倒數第三行 翹然孤出是非大官 他覺得這個孤立的現象 完全是一個被人力所塑造出來 而違反自然之道的一個所在 所以非大官 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反諷嗎 請問這個道鄉村就是坐落在哪裡 就坐在大官園啊 但是在大官園裡面 唯一被我們寶玉批評為非大官的 是不是就是道鄉村 所以他覺得我們的禮教 對於寡婦過分的沒有人性 我們剝奪他追求生命的成長的機會 乃至於剝奪他追求人生幸福的可能 那為什麼我們可以這樣去壓制一個人的 一個生存的可能性呢 所以我想在這邊我們寶玉真的喔 這是絕無僅有的唯一的一次 他竟然敢在他的父親面前這樣滔滔不絕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安排 全部小說當中從無如此 各位可以再去仔細的比對 你就會知道這段話 絕對是我們的曹雪芹用心良苦 而且真的是有一種壓抑不住的義憤 所以忍不住宣洩出來 才會這樣長篇大論的一個表達 所以他說針字 這個針字他是模仿那個唐人的用法 這個針就是起的意思啦 他說哪裡會像仙處 仙處就是硝香管 有這個自然之禮得自然之氣 雖種族隱權亦不傷於穿鑿等等 下面有講一大堆還沒講完 就賈正氣得賀命查出去有沒有 然後他剛出去又賀命回來 好 然後之類的 所以賈正當然很生氣 他覺得你這個孩子竟然如此之 這個不遵守復教 然後這樣長篇大論的抗辯 好 所以我們簡單說 因此道香村他這個地方 是慶方權的流動這個狀態當中 最奇特的一個 而這個當然是要來呼應 他所謂青春上就被迫被迫 搞木死灰的這個不合理的 一個禮教的壓制 好 然後我們下面還有 我先給我一分鐘就好 下面請注意這些水流只有一脈 最後會流到哪裡呢 我先講一下他流到怡紅院 那麼這個怡紅院再下去 就是流出源外 那麼所以在那個請各位看一下 只要一分鐘在265頁 來 透過假針的說明 一行人離開怡紅院的時候 是不是前面有清晰前阻對不對 然後又被大山阻隔 那麼請看這一頁的 前面數過來第二行 那麼眾人就詫異說 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 賈征就搖指說原是從那閘起 流到那洞口 那個閘就是指什麼閘 信方閘 在從東北 然後東北一路流流流流 流到了怡紅院 所以我揣測怡紅院應該是在 大觀園的西南 然後很靠那個大觀園的大門 好 這個有很多證據 我們下次把它詳細說清楚 那這邊把它唸完 所以又從東北上奧裡 引到那村莊裡 這個村莊就是指什麼 道鄉村 然後又開一道岔口 引到西南上 請注意 西南 然後所以貢總流到這裡 仍舊合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 所以怡紅院是在西南 整個大觀園的西南 所以你看從東北流到西南 是不是才比較能夠流片 這個設計才是合理的 那只是說那麼到了怡紅院之後 它是一個總會 這個總會當然是有意義的 我們下一次再做補充 可是很不幸的是 這股水終究要怎麼樣 流出外面的現實世界 所以這股水從外面的現實世界而來 本來就不能免於現實力量的入侵 終究這些水又要流到外面的世界去 這也不就象徵眾女兒們 不能永遠受到大觀園的庇護 終究要流失於外 而受到現實世界的各式各樣 對女性的壓迫 了解嗎 所以這個女性的悲劇命運 就跟這個終究要流出大觀園的水一樣 不能夠被現實世界所 就是說不能夠避免被現實世界所收編 而也因此都要淪落到現實世界裡面 終生受苦 那這就是這個水的一個基本的悲劇的一個意涵 我們曾經提到過大觀園的水 是由外引入的 然後由東北作為水源的慶芳閘調節之後 那麼他流經這個大觀園各處的重要處所 所以我們把他稱為青春之泉 而這個青春之泉呢 只有在稻香村這個地方才枯竭 成為淋水水無源的一灘死水 各位還記得嗎 好 所以這就跟他們 跟李丸是一位寡婦所必須搞木死灰的 那種禮教壓抑是彼此互相映襯的 但是呢我們要接下來談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麼這些水流呢 最後是做一個怎樣的收結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我們的講義就是呢 很有意思的是一條水流除了主脈之外 他還有很多其他的支流 那麼最後呢他是匯總到宜弘院 那麼這個證據呢 請各位呢還是一樣翻到第17回 我們這邊有一段其實已經念過的重要的部分 但是我們提醒大家再次的注意一下 那麼就是在賈政領著一行人 那麼最後呢終於到了這個尾聲 那麼就準備要出源 差不多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時刻 請各位翻到265頁 那麼請各位看到一下 就在265頁大家從怡紅院的後院出來以後 那麼終於走出迷宮 可是呢外面又有所謂的山跟水的阻隔 那麼請看第二行 轉過花杖則借清晰淺足 那眾人差異 這股水又是從何而來 那下面這一段我們念過了 你們自己看重點是 引到西南上共總流到這裡 仍舊何在一處從那牆下出去 那麼請大家再注意一件事情 他是講到西南 然後共總流到這裡 所以很明顯 怡紅院應該是在大官員的西南方 這個是我們上次有提過 那麼再度提醒你們的原因是在於這裡 原因是因為有關於這個 我們下一個小單元 各個居處的重要的設計 他的配置關係在空間上的佈局 這個真的是見仁見智 歷來對大官員這個的研究 甚至有非常南原北側的說法 所以簡單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我們等一下有證據來引述 也就是說大官員是為了元春 作為皇妃回來醒清而蓋造的 所以作為皇權的體現 那麼醒清必須要有一個非常正式的場所 那個叫做正殿 請你們注意正殿是在圓的正中間 那麼有一位學者 也就是我們這邊 曾經引述過一兩次的戴智郎先生 他對於紅龍夢大官員的 圓林藝術的研究呢 他是認為這個正殿是在北方 其實不是 因為支批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他是在正中 而這個正中當然有道理 我們等一下會再說明一下 那上次有畫一個簡圖 不是那麼的漂亮 請多包涵 那麼他就模仿了中國的重要的首都 他的一個非常理智化的 倫理性的體現的一種規制 也就是皇城到他下面的正門 會有一條所謂的寬廣大道 所以請各位再印證一下 我們這邊這一段的情節 除了這個說明了這個水流的狀況之後 忽建大山主路 這個大山我也請你們注意一下 他其實就是在大官員的入口的 那一座一代清帳 這個一代清帳他會有各個支脈 也延伸到這個大官員中的處所 那各個處所為什麼都有這些山的 大大小小的一個山石的設計 這當然又會因人而異 都有一些象徵寓意 我們下一個小單元再說 好啦 所以大家呢 在賈征的這個在前引導之下 那麼就由三角邊呼一轉 於是呢就是看到了平坦寬闊大陸 豁然大門前見 好 所以各位你們就知道了 怡紅院應該是在這裡 我不畫一個具體的方位 因為我們等一下有話要說 然後呢 所以很明顯 他呢跟這個大道跟大門的這中間 其實是有三個阻隔 所以他們才要轉出來 然後看到這一條豁然大路 然後呢 這一個大門在望 所以他應該是這樣子的 差不多這樣一個佈局的位置 那麼這樣的佈局到底有什麼含義呢 我們等一下講到山石的設計的時候再說 然而 然而請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水是流到這裡匯走 然後就從牆下出去 從牆下出去之後呢 其實應該還是有若干的那個水的段落 如果是在園內 但是它距離整個大觀園的邊界很近 那麼到底這個水最後如何出路 我們下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說明 就是這條水流終究會流出大觀園之外 從大觀園的東北方引進來 最後由西南方這個地方最後會流出去 而流出去的證據請各位翻到第23回 我跟你們提醒過 那麼剛剛搬進大觀園 他們的第一個重要活動就是葬花 而就在這個葬花的相關描述裡面呢 其實已經提供了這個大觀園水流的最後的出處 那麼這在366頁 好 那麼23回 來 請各位看一下這個第二段 好啦 我們寶玉也是一個錫花的使者 所以當他看到桃花落了滿地的時候 他恐怕被人踐踏 那於是就把花瓣兜起來 然後他採用了一個 老實說真的是不切身 已經用心良苦 但是畢竟不夠切身的一種處理方式 請看第一行 那麼寶玉要陡江下來 恐怕腳步踐踏了 只得兜了那個花瓣來到池邊 陡在池內 請注意 那花瓣浮在水面 飄飄蕩蕩 竟流出慶芳閘去了 這邊有一個小問題 我們等一下再說 好啦 流出慶芳閘不要忘記 慶芳閘不就是把關在原裡 跟原外的一個重要的門檻對不對 所以他會流出慶芳閘之外 那當然就是流到原外的世界 而原外的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呢 請各位看第二段 那於是呢 寶玉又要再處理 那麼剛好遇到黛玉 那黛玉是肩上擔著花廚 廚上掛著花囊 手內拿著花走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詩情畫意的形象 好 寶玉就很高興說 好好來把這個花瓣掃起來 撂在那水裡 那麼我才撂了好些在那裡呢 林黛玉說 撂在水裡不好 為什麼 你看這裡的水乾淨 好 大冠原是一個女兒的淨土 那當然是非常乾淨 但是紙意流出去 有人家的地方髒的臭的混到 依舊把花糟糟蹋了 看到了齁 所以她流出去 還是會被這個世界所污染 那麼當然落花呢 她就是女兒命運的投射 所以流到原外的世界 就如同女兒呢 那麼被逐出這個樂園 而終究要現身在現實 那麼非常災難的泥泥裡面 而飽受痛苦 這也就是我們寶玉 一生中都放在心上的一種 男性的原罪啦 所以她不斷的在用她的力量 在進行救贖那當然故此失筆 所以她也非常的苦惱 好啦 下面還有一段 我們繼續把她看完 所以對林黛玉來講流出原外 這個實在是她終極的命運 那麼如何阻擋這樣的終極的命運呢 她退而求其次 她犠角上面有一個花種 如今把這些花掃了 裝在這圈袋裡拿土埋上 日久不過隨土化了 豈不乾淨 所以唯一避免流落到 園外的現實世界裡面的方法 那就是永遠不要踏出園外 可是不要踏出大觀園 實際上只有一個辦法 那就是死亡 所以我們林黛玉基本上註定 是要青春夭世未嫁而亡 各位還記得她的命運吧 那跟這裡是完全互相呼應的 所以真的要長保乾淨 那就是不要離開這個女兒的樂土 可是人會成長 人有現實世界的各種牽絆跟責任 跟千絲萬縷的糾葛 那如何能夠完全不跟這個現實世界發生關聯呢 那麼於是最終最終很可悲的方式 那就是青春夭亡 那麼讓你的人生凍結在一個永不長大 也因此不必進入婚姻 也不必跨入現實的門檻 去遭受現實的壓力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裡面當然某個意義來講 也宣告了林黛玉的命運 同時也說明女性的命運 終究還是有人不得不要隨著水流出大觀源 所以在此我想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那這些水流設計 當然都是這些女性集體悲劇命運 交響曲的另外一種具體的體現的方式 那麼現在我們要來解決這個小問題 老實說我不能解決 因為我不知道這是曹雪芹的失誤 還是我沒有掌握到 他微妙的設計的用意 那就是我們剛剛之前提到過 慶芳閘是不是由這個東北引入的 對不對 的一個水的總源 那麼但是現在水共總流到 不管流到這裡 還是流到再回到原來的源頭 總之水是要流出去的 可是這個流出去的地方很奇怪 第一個他說是慶芳閘 那同一個閘顯然不是在怡紅院這邊 對不對 可是這真的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那為什麼同一個水源 他可以既引入水 可是又把水排出去 那因為我沒有研究過水利工程 也許這是有可能的事情 那麼可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假如說他既可以引進 又可以排出去雙軌並行的話 那麼總會到怡紅院 又是一個很奇怪的設計了對不對 因為這又是方位上面的玄格 那這又兜不起來 他彼此就不是一個非常嚴密的設計了 那麼所以我想了就此 我沒有辦法給他一個更周全的解釋了 我還沒有想到 於是呢 我還是採取舊有的辦法 那就是呢 就是把他當作是一個象徵 不需要用一種很科學 符合完全的一個現實邏輯的方式 去加以這個對應 那麼我們只要抓住 他的象徵意義就好了 各位不要忘記 在曹雪芹的事件裡面 中秋八月是不是還可以開荷花的 他都可以顛倒我們的這個時序 然後呢 這麼一來 那個荷花在八月盛開 恐怕又會被貶到人間有沒有 你們還記不記得進化園裡面的故事對不對 就是你亂了時序 然後呢 那個這個大母神 就把你們這些不好好 這個掌握自己權力 服從規律的這些天上的花神 通通都貶到人間來受苦有沒有 因為你沒有盡忠職守 那所以呢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啦 那吳寧說我們主要是 掌握到他的象徵意義 這是我們的第一優先考慮 那他能不能完全自圓其說 非常完美的構成一個體系 那這個呢我們是退而求其次 那這個問題就跟大家開放 你們可以一起來思考 如果你們有很好的解釋 那我們非常的歡迎 好 那麼只是呢 我們現在要跟各位做最後一個補充 為什麼總會到怡紅院 然後流出這個園外 那當然賈寶玉是大官員最重要的一個 這個基本上大官員是為他量身打造的一個主角 那麼我們如果用這個書裡的文本 跟支批的一些提供的一些參照 我們大概可以很清楚的再做一個統合 不要忘記我們寶玉師的總花神對不對 各個花當然呢都最後要萬流歸宗 所以呢當然水都要總會到怡紅院 然後他是不是又是降凍花主對不對 他又是琴榜之首 他又是朱燕之冠 那麼手啊 冠啊這些主啊 種種用字都告訴我們 他是統合重女性的一個中心力量 但是還不只如此喔 來 請各位看一下 我覺得這邊有兩段支批 這個很重要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麼首先是請看 這邊呢就在總會到怡紅院的這一段 支批說於怡紅總議員之看 請各位注意 因為呢支批有時候字很潦草 那麼不大知道說他到底真正的用字是哪一個 所以學術界包括余英時先生 包括陳敬浩先生 他們呢對於這個草體的字 就有不同的揣測 有人認為這個字可能不是看 而是手這個字 因為字型很像 那麼另外一個學者說 也許這個字是水字 因為水字的草書跟看很像 所以總之那無論是總 於怡紅總議員之首 那這個對應的是不是就是琴榜之首 對不對 醬洞花主 那麼如果說是於怡紅總議員之水 那麼當然就跟現在這裡呢 水流共總流到這裡 剛好是可以互相呼應 所以總而言之 我覺得不管是看是手是水 他的意思應該都是一樣的 他告訴我們說 賈寶玉的這個關鍵地位 那麼他是整個敘事的主軸 是大觀園活動的中心 那麼所以他說啊 這是書中的大利益 所以水一定要總會到這裡來 那麼這樣的一個總會 還有怎麼樣的意義呢 在第46回還有一段直批 他說呢因為整部小說是通部情案 他是一部情案 可是整部的情案呢 皆必從實兄掛號 那麼所以皆必從實兄掛號 那就是怡紅總這個總議員之水 的另外一個說法 也就這個掛號的意思 當然就是說每個人都是跟賈寶玉 有若干若遠若近若直接若間接的關係 所以他們才會出現在紅樓夢裡面 所以這個在實兄處掛號 那麼才構成整個非常千絲萬縷的 敘事的核心 那麼也才得到一個總數的一個這個綱要 那麼所以這個是情案的萬流歸宗的這個中心 所以當然這個就是怡紅苑的 跟賈寶玉的這個重要性 那當然啦並不因此其他跟他相關的人 都是一些不斷重複的那些人物 不是的 他說各有各搞 穿插各妙 換句話說這些人 當然都跟賈寶玉有點關聯 但是他們又有自己非常鮮明的個性 有他們非常獨特的生命的風姿 也有他們非常與眾不同的個人的悲劇 個人的喜樂 個人的地獄 這就是我們要去以個案的方式 一個一個加以研究跟分析的地方 所以呢 我們現在把這個怡紅苑 為什麼作為大觀園之水流總會的原因 通盤做一個整理 那所以呢 簡單說來 我們下面的這個表格 小小的表格就是告訴各位 大觀園中的水流設計呢 基本上有這樣的一脈可循 而各處都有他們的這個價值跟意義 就是有他的象徵意義 好 那麼這個水流呢 當然以他的這個先天的特質 來回應大觀園的本質跟大觀園 各個重要居民的獨特性 那麼但是這個獨特性當然還不夠啦 我們曹雨晴還用非常精密的手法 很多樣的來加以村染 來加以強調 那讓我們呢 對於各個屋主的特殊性印象更加深刻 不在於是 多如船 有空構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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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跟在一起 有空構園 沒空構園